三峽冰藏特區事件好不容易才告一段落 现在呢却又有业者要到当地二丘里 新建一座占地21公顷的复合式墓园 听到这个消息民众难掩气愤 在业者举办说明会这一天 前往现场来抗议 民众会这么激动不是没有原因 因为三峽区冰藏特区事件好不容易才告一段落 现在又有业者要到当地二丘里 新建一座占地21公顷的复合式墓园 听到这个消息民众难掩气愤 在业者举办说明会这天前往现场抗议 每一年从我们三峡这边出去来祭拜的 有50万人口 我想我们的交通怎么办打劫了 我们的空气污染我们的污水的污染 我们的这个水资源都会受到很大的冲击 不只是交通要到通行受阻 里长和民众也担心 如果墓园内设有火化厂以及礼仪厅 噪音和空气污染也会影响当地民众权益 这墓园本来带我们这边二丘里盖 本来以前不晓得啦 后来经过通知之后啊 我还了解到这一点 因为墓园盖在我们这边啊 实在是严重的 真的我们是文章的反对啦 面对民众和里长提出多项问题 业者提出应变措施以及补偿方案 并且强调园内绝对没有火化厂以及礼仪厅 就我们整个的交通运输的部分 我们未来会采取一个是专车接送的一个转运设施 那在回馈的部分 我们尽量说贫富的部分是全免 那当地里是五折 那乡邻的里是七五折 那基金的部分 基金的部分我们在营运后开始 我们会提拨20%来做地方的发展 跟人才的培育 我觉得还是不需要这样子 因为我们三角我住三十几年了啦 我觉得三角空气很好 你这样会污染 对我们老百姓不是什么有好处 所以说有回馈和应变措施 那不要 那回馈一辈子我们一辈子的健康要紧啊 对不对 我还是不赞成 21公顷的土地 如果做休闲中心 或是盖大楼 我们都同意 会这么坚决反对 实在是因为三峡不但有三座公墓 还有火葬场 如果再多一座公墓 不只会影响民众生活品质和地价 也让三峡好山好水的美名逐渐消失 专家新北新闻三峡采访报道